小潘瞬境击杀正想查看时还有人追想没死 切换手枪瞬间爆头继续找人 穿射混淹同时注意肥口的偷袭 果然有人拘到没死在锁定瞬间基地 大家好 你现在所看的是SA战队对战MTW 主角是进攻区第一人小潘Taphan 地图是Twin 此时阵型是两外三内 来到5号阴面描肥口没人变换位置 牢牢锁定红楼梯出口掩护狗蛋前行 此刻那场人多需要回防 突然爆闪被迫退回开进甩区爆头 快速上3号车顶瞄准高台 对方居然停止了进攻不见动静 又到黄金时间不能大意 忽然低波封烟必来人穿射混烟 同时狗蛋击杀翼人 高台有人居想没中突然二口身亡 迅速变换位置来到了高坡 锁定高台 迫于小潘狙击的压力 土匪进攻的节奏又悄无声息 狗蛋没开耳朵成为全场最亮的仔 此时阵型三万两内 来到6号阴面描肥口 返回瞄准红楼梯 此刻那场需要回防 低波有人迅速上车顶瞬急击杀 再次瞄准时 狗蛋身亡不到一秒再杀翼 切换手枪上前找人 对方在一口各地 飞跃而下盲踢没中切换手枪时 破敌身亡 小潘过于自信 因狗里翻船 对方可是世界顶尖强队 此时阵型四中一内 快速扔出飞狗子 又立即返回那场此刻狗蛋炸飞翼 则定低波等一个有缘人 小潘的狙击威力给对方的压力不小 进攻异常小心 越安静风浪越大 终于来人甩居击杀 继续晃江和新迷主 预判对方位置穿着基地 最后一人被狗胜所杀 非常精彩 下期见